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 一两个月 你可以吗 你忍不住你的授欲吗 所以你只有授性的一面 没有人性的一面 你居然说你能做到吗 他居然还很严慈找到你能做到吗 他是人 所以他能做到 你不是人 所以你做不到 这个口口声声质问赵川的男人叫小王 他的一句话 引爆全场观众对他的反感 图雷老师都不顾场合的 在舞台上骂的不是人 站在对面的是他的女友小曹 就在女友怀孕的时候 小王忍不住生理需求 强行欺负了女友 导致小曹直接流产 两人在一起恋爱两年的时间 当初也是自由恋爱 小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的女友呢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忍不住生理需求的男人 小王是KTV导购员 无意中在网吧结识了小曹 心生爱慕的男孩对小曹实行了强烈的追求 很快两人就走在了一起 本来两人关系挺好的 有一次 丈母娘来到重庆看他们 看见小两口的家里挺乱的 就直接来了个大扫厨 小王回来看见家里变了样 马上慌了神 追着问收拾的东西都扔到哪里去了 男友藏钱的举动让小曹很是伤感 存这么多私房钱是要干嘛呢 这还没结婚呢就这样 以后可怎么办 而小王却说一切都是为了以后的生活 如果他不把钱藏起来 都会被女友给花光 自从两人认识以后 小曹就不工作了 所有的开销都靠男友来为师 服装店的关门原因竟然是因为新上映的电视剧 女友把店铺当儿戏 让小王很是气愤 小曹却也觉得委屈 服装店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是天天按时按点的去经营 也有了点起色 可是男友不管不问 全要小曹自己经营 他又觉得很吃力 就想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可没想服装店就这样没了生意 服装店当初投资是花了十万块钱 竟女友这么一折腾 盘出去后也就升了三万多 虽然说没有血本无归 但在小王心里始终留了个影 小曹刚刚消停没多久 就又吵着要搞股票 小王就又给了他一笔钱 服装店亏了六万多 搞股票又亏了一部分钱 从此小王再也不敢给女友钱了 因为小曹一直都没有出去工作 根本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 所以小王就每个月给他一千块钱零化 为了防止女友乱花钱 小王还把小曹的信用卡都给停了 有一次他回来给我讲 他说他看见了 看上了一件那个貂皮大衣 让我给他买 我开始答应给他买 然后后来一说三万多块钱 我这么贵我怎么可能给你买 他瞒着我 抓了我信用卡里面三万多块钱 那时接到那个短信我就疯掉了 我马上马上就跑回家了 但你知道一个女孩子吗 反正谁不想要一件那样的衣服吗 有钱的时候我还是肯定会可以买 但是现在没有钱了 没有钱你投资我信用卡三万多块钱 我怎么办 那我这件事情后面不是给你道过钱了吗 那道歉有用吗 那钱都没了呀 小曹这样做就真的有点过分了 有钱的时候做个生意 炒个股票赔了赚了都还接受 现在两人生活过得如此拮据 他却还透支信用卡去买貂皮大衣 完全不顾小王如何去偿还 既然有消费的需求 小曹为什么不去上班呢 我现在再找工作上了班了 再找到一个服装导购码 再上班 自己老板不做是要给别人打过 也是有幸 两人刚刚缓和感情不久 小曹发现自己怀孕了 孩子的到来 让他们都很开心 刚开始的时候 小王还贴心的陪女友去做各项检查 嘘寒问暖 可过了没多长时间 小曹就发现男友变了 每天都回来很晚 要么回来就睡觉 也不关心我一下 那你不知道我做月常的每天回来是很晚啊 你也知道怀着孕在一个人在家里面 你不知道问候我一下吗 那你一个人在家做一个人的饭不可以吗 每天回来还要我给你做饭 那我前面有次不是出血了吗 检查说不能做家务 也不能站得太久 在小王心里女友虽然怀孕了 但做一个人的饭还是可以的 每天他上班那么的累 回来还要给女友做饭 在小曹心里 女人怀孕就是不容易 应该得到应有的关心和照顾 每天男友回来的很晚 几乎不与小曹说话 经常抱着手机下班 如果追问 小王就会说是客户 要么就说再聊QQ和微信 小曹心里始终都是个怀疑的态度 然后后来我就叫我的好朋友嘛 然后加他嘛 试探下 后来我女朋友告诉我 他跟我女朋友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说他有 他有需求 那我这个不是没见面吗 我怎么知道你那时候 有没有跟其他的外面的异性呢 怎么怎么 我也只能通过我的好朋友 这样分散了一下才知道的呀 那我怎么样 你不了解嘛 对不对 自己的女友为他怀着孕 小王竟然跟别人的女人谈生理需求 这个男人的心杂就那么大呢 竟然还能有这么多的辩解 每天称工作忙不回家 回到家又没有关心呵护 有一次小王夜里很晚才回家 做出的举动 让小曹至今想想都还很害怕 就那次他晚上回来喝多了一点 然后他就强迫我了嘛 然后就那次孩子就没了 对于这个事情 后来我也给他打过签了 我也非常后悔 因为那天晚上 道歉有用嘛 孩子都没了 因为我那天晚上确实也喝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 对他很失望 所以我就想跟他分手 这还是人嘛 简直就是畜生 人家怀的可是他的孩子 竟然借着酒劲 做出如此可耻的事来 使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竟然还在舞台上说不想分手 在一起两年多的时间 从心底还是很爱小曹的 你爱着他跟他好姐妹 暧昧 小曹都要求分手了 小王竟然还在这里死不承认 如果他的态度诚恳一点 还是有挽回的余地的 就这个态度 让赵川都很看不上的 更让人生气的是 小王竟然在舞台上 问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奇葩了 已经引起了全场的愤怒 搞得一向稳重的 于伯红老师都挤眼了 恨不得上去 揍着臭小子一顿 既然样样都看不上小曹 他又为何来挽留呢 他虽然没有上班 但是家里面的 基本上家里面的类物 基本上都是他在打理 很体贴 你相信他会改变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疑惑 但是有点舍不得 是这意思吧 是吧 一个女人 为什么要靠一个男人养着 这是你很显然存在的问题 不工作 还不断的乱花钱 这是永远不会有家庭地位 事情一马归一马 在你怀孕期间 他的那个行为 我们要谴责他 真的 作为一个男人 不应该这样 但作为一个女人 你也要反思 他不是你的长期饭票 于伯红老师 说出了事情的重点 小王即使有做的 不对的地方 小曹也是有问题的 不自立 就不要怪别人 不拿他当回事 男人一昧的 要什么给什么 明知道他不会炒 让他去炒 明知道他不会开店 让他去开店 我养得起自己的女人 我便可以持枪凌辱 所作非为 我因为我养得起你 所以我可以在外面约 我也可以在你不愿意的时候 甚至怀孕的时候 来发泄我的兽 当男生问赵老师 那句话的时候 我人都变得正经 当你爱你自己爱人的时候 你真爱他的时候 你忍不住你的兽欲吗 所以你只有兽性的一面 没有人性的一面 你居然说你能做到吗 他居然还很严慈找到 你能做到吗 他是人 所以他能做到 你不是人 所以你做不到 你还好意思在这儿问别人 女人可以被自己心爱的男人一样 但是她对生活一定是有独立的能力 她随时分开 她还能够面临这个社会 但是你的尊严在哪里 这家伙 不顾你怀孕 只顾自己 你不感觉到绝望吗 一个对自己有爱的男人 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吗 你的自尊在哪里 是你自己把自己践踏在脚底下 你倒是干点事啊 饭饭不做 遭她钱 事事不干 整天就让自己的闺蜜 去调查她 你完完全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应有的快乐 义务和责任 人家现在都不愿意养你了 把笼子打开 你都不愿飞出去 你就愿意趴在里边 等来最后 是这样不顾尊严的被别人欺负 图雷老师说的话虽然很硬 但句句都带立 世界上任何的问题都不是单方面的关系 如果觉得别人不把你当回事 就先想想你是否已经看清了自己 面对如此的两人 赵川都不愿意多说什么了 直接把舞台交给了他们 使罗子是马你俩自己溜吧 对于那一次的事 的确对不起 虽然刚开始你花了我那么多钱 但是 如果没有了你 我挣这么多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还是爱你的 希望你不要离开我 其实我现在对他 还是有那么一点 因为毕竟他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 我还是很开心的 从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 只是说有时候想着这些 会让自己接受不了 小王也许是真的知道错了 可孩子已经失去了 小曹对这个狠心男还是不舍 抱有幻想 其实结果已经很清楚了 旁观者在即 毕竟生活还是人家两个国 5 4 3 2 1 请开门